外地球觀察站,我是主持余小玲 很多人都很想走上一條成功之路 但是在中學文憑史放榜之後 有些年輕人開始覺得自己成功無望 其實成功對你來說是些什麼呢? 不如一起聽聽華裔NBA巨星林舒豪 早前怎樣跟香港的年輕人分享成功呢? 林舒豪,這位華裔NBA巨星掀起的林來豐一直持續 知道他會來香港,就有五百多人 去到香港中文大學聽他的分享會 對上這個球櫃,林舒豪效力的胡人隊 打出球隊歷史上最差的成績 他自己也一度失去正選的位置 就在這個時候,林舒豪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分享成功的在世 這個題目是林舒豪定的 我相信他定這個題目的時候 自己在人生的起起跌跌 他有很多經歷 譬如他在NBA那裡 有時贏有時輸 所以他就就回現身的說法 將他對成功的體會說出來 剛好經歷完一個大低潮的林舒豪,可以說是語出驚人 不过有人说,林书豪已经好出名,所以一时表现不好,都不会影响他成功的形象。 但林书豪就经常强调,自己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的恩典。 而当经历和荣耀神成为他打球的原动力, 他亦不再需要介意成绩结果,这种心境很启发到在场的年轻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社会给你那些对于成功的想法, 但其实可以更加多,在信仰的角度。 例如他说得很好的,成功不是围绕着你自己, 而是你可以在基督的角度出发去想。 人生每个up and down side都有,但是在你down side的时候, 你都可以学他这样将自己交代在神道, 这样去度过了,来到其他得着。 因为他说成功是无止境,可能你达到一个目标之后, 可能你有另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无止境地追寻。 但是其实他说成功不是这样,成功是活在主的道路里面。 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找到目标,努力不懈。 作为史上第一个美籍华裔NBA球员, 林书豪鼓励大家实现真正成功的人生。 我喜欢啊,然后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下方。 旅行,关心。 那么喜欢。